大家好我是Rachel 平時我很喜歡做運動 而且一邊聽著歌一邊做運動 最爽了 不過爽還爽和 如果聽不到周圍環境聲 都挺不自在的 Rachel 叫了你很多次 你剛才一邊聽歌 一邊聽不到我叫你 多危險 做運動聽歌的確是正的 不過如果有一隻開放式的耳機 可以聽到環境聲音就會更爽 所以今天我帶來這隻Sox Open Fit Air 開放式藍牙耳機給你實試 好 我們馬上來試試Sox Open Fit Air 開放式藍牙耳機 Cd4產品很熟悉 但我和你輕輕說Sox這個品牌 究竟的耐力是什麼 它本身是一隻專做運動耳機的品牌 它本身的產品有骨傳導耳機和開放式耳機 他們希望可以讓做運動的朋友 一邊聽歌一邊做運動之外 亦都可以聽到環境的聲音 希望可以做到這個聲音的體驗和這個運動的體驗 兩者都會得到一個更好的效果 的確如果可以一邊聽歌一邊又聽到環境聲 是非常之重要的 尤其是踩單車、跑街這些需要注意路面環境的一些運動 所以如果有一個開放式的耳機便安全很多 沒錯 而Sox這個品牌 在一些防水的功能上 都做得非常之好 因為他們都知道 一般做運動的朋友都會滿頭大汗 甚至乎有時如果踩單車在街 都會無端端傾門大雨 所以它的防水功能就是希望可以讓大家 一邊做運動之外 亦都不會因為天氣環境的影響 導致你不能夠繼續享受你的好音樂 所以我今天就預約了這個XLab 整個的私人健身室給你 讓你自己慢慢玩 當然好 讓我馬上來試試它 我們來看看它的盒面 首先有一個Short自己的品牌名 亦都有它的耳機樣子 和OpenFit Air的名字 而後面就是一個一連保養的Logo 又簡單介紹 我們看看盒裡面有些甚麼 一打開就看到它們的充電盒 而充電盒表面就有自己的品牌名 Shorts 而後面就是Type-C的USB插頭 而裡面就是耳機本體 盒裡面還有一個說明書 和USB插頭 就是這樣 我拿上手它比我想像中小顆 而且它的設計是比較修圓 而且拿上手非常之輕 相信帶著它來做運動 絕對沒甚麼問題 機身的位置是有三個發聲的位置 機面的位置是有兩個收音的位置 整個機身是沒有實體制的 全部都是靠它機面的Touch sensor去控制 而掛椅的位置是非常之柔軟的 而且還做了偷空的設計 來減輕重量 試帶之前 不如跟大家講一講 OpenFit Air的技術規格 Shorts OpenFit Air 是一款開放式的耳機 內置18mm x 11mm 超大動態單元 採用Direct Pitch定向聲場技術 支援CVC 8.0演算法的通話降噪 藍牙版本是5.2 對應SBC和AAC的格式 耳機充滿電可以用6小時 配合充電盒最長可以用到28小時 待機時間方面 耳機有兩天 而充電盒有30天 擁有IP54防水防塵功能 有圓舞黑、冰川白和櫻花粉三種顏色可以選擇 官方零售價是$899 耳機的外形是G字的款 只要將耳掛順著耳朵放進去 就很容易戴到 現在正常藍牙耳機 其實配對都非常簡單 只要你打開這個充電盒 就可以在電話裡見到 如果真的見不到 都可以將這個耳機放回充電盒裡 長按機面5秒左右 就看到這個充電盒邊邊的位置 是閃著橙綠色的燈 就進入了配對模式 說了那麼久 就讓我戴著這個OpenFit Air 做一下運動 剛剛我戴了這個Shorts的耳機 試做了運動一會兒 我平時會聽一些J-POP YOSOBE類型的歌 我聽到它其實人聲都幾出的 而且它整個聲音的平衡都做得很好 最重要是可以聽到周圍環境發生什麼事 雖然它不是入耳式的耳機 但它就用了Direct Pitch的定向輸出技術 可以將聲音有指向性地傳入耳機裡 有效減低了漏聲的情況出現 沒有那麼容易騷擾到人 聽歌的時候 在左邊按兩下就是播放或者暫停 而右邊按兩下就是下一首歌 長按右邊就是調大聲 而長按左邊就是調小聲 而聽電話或者收線 只要隨便一邊按兩下就可以了 而它也有自己的Apps可以使用 入到Apps裡就看到自己用哪一隻耳機 下面就會有一些顯示的電量 而在下面就是一個四個模式可以調整 譬如有標準模式 人聲模式 低音增強和高音增強 也有按鍵自定的這個功能 譬如入到去 你點兩下就可以上一首歌 或者按兩下就是下一首歌 播放暫停等 都可以因應你自己的習慣 喜好去調整 而右上角就是有一個齒輪的標誌 再入到去Setting 就看到其實整個Setting 跟前面的主鍵面差不多 值得留意的就是一個固件升級 大家留意到這個軟件 更新到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它出來後都會看到有Apps的語言 和深色模式或者淺色模式去選擇 它亦都有一個雙設備連接的功能 無論是電話、電腦、平板都可以連接到 最多是可以連接到兩部的設備 但你要在Apps裡開啟這個功能 就可以連接到 我們現在就用OpenFitAir去測試它的通話功能 我們電話另外一邊已經接通了Hugo Hugo 喂?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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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聽不聽得清楚我說話呢? 清楚的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OpenFitAir的耳機 因為很多時候耳機都會覺得 聽不清楚對方說甚麼 嗯 很清楚的 而且我也很好奇 你現在背景是甚麼環境 因為我真的完全少少背景的東西聽不到 嘩 完全聽不到背景的聲音 是吧? 因為我們這裡是一個空曠的Open Area 它是一個室外環境 不過你這樣剛才說 我都覺得 原來它連背景的聲音都聽不到 因為我們現在有少少人聲在說話 嗯 這邊完全聽不到 還有你那邊 其實現在的音量大概較到 七成到八成以上 但其實都很夠中氣 都很大聲的 好啊 好啊 麻煩你 謝謝Hugo 好啊 好啊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我剛才跟Hugo聊完電話 他都跟我說 你背景聲音為甚麼這麼安靜 其實我現在處於環境 有小朋友跑來跑去 有人在說話 亦都有車聲 看來在CVC8.0演算法 起到不錯的功效了 Rachel 今天就給了這隻Sauce的Open Fit Air 你玩了一天了 你覺得在這裏做健身 好不開心 好玩嗎 很好玩啊 尤其我戴了這隻耳機 之前一些入耳式的耳機 聽起來就很像自己的世界 太空隙了 對 但是這隻可以聽到其他環境聲 因為你知道有時做健身的時候 有些人會過來問一下你 甚麼時候用完這個耳機 但是如果你戴著那些入耳式 你是聽不到別人說話的 就會很沒禮貌 所以這隻耳機可以讓你做運動之餘 亦都可以聽到其他人的聲音 是方便了 但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它的音色 和你平時聽到的入耳式耳機 例如Apple的AirPods 你也是用Pose 你覺得效果是怎樣 我又覺得音質方面 不是太大分別 比我想像中幾好 它的人聲又出一些 我本身聽J-POP那些歌 其實聲音又平衡 而且在Apple上 其實是可以教到音效 所以這件事都幾加分 其實這隻SOX的OpenFit Air 還有一個大佬 就叫OpenFit 就沒有了Air 但價錢就去到過千 但可能很多朋友都會想 又有一隻OpenFit 又有一隻OpenFit Air 究竟我怎樣選擇 因為這隻OpenFit Air 其實價錢只不過是$899 有很多朋友都會想 它是否便宜些 是否炸很多 但其實不是 因為它裏面 除了是通話演算法 收聲演算法的分別之外 其他功能都是大同小異 OpenFit Air 就是用CVC8.0的演算法 去做降噪和通話的能力 而OpenFit就是用多場景的AI功能 去做這個演算法去做降噪 所以如果大家不是一個 很喜歡AI的科技人 我覺得其實OpenFit Air 都已經非常之夠用 那我繼續戴著OpenFit Air 繼續做運動 拜拜 這個我的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留言 讚好和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